人生,不可能是全审美,生活,不可能是事顺利,日子,不一定风平浪静,感情,未必会美满幸福,人生在世,总有不如愿的时候,经历不顺不是坏事,至少独促我们成长,困难不是每日,它将会我们坚强,失去并不可怕,让我们懂得了珍惜,人生在世,别活得太委屈,太疲惫,累了久些, 困了就睡,心烦的时候找朋友倾诉,难过的时候找个人安慰,没有什么顾不去的坎,没有什么扛不住的事,有时候让我们烦恼的,不是事情本身,而是我们的心态,心态对了,一切不是问题,心情好了,时刻都有笑容,人要学会为自己而活,不必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和看法, 只要做到让自己内心无愧,别人不是你,你也不是别人,谁也不知道谁曾经经历过什么,不懂你的人,别解释,不爱你的人,别在意,自己开心,幸福又好,该来的会来,该走的别流,一切顺其自然,心里别装太多的事,凡事看淡,心就不累了,学会释怀, 人就轻松了,只要心态乐观,睁开眼就是美好的一切,别对自己要求太高,别对太人太不苛刻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,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,自己的生活自己决定,努力活出喜欢的人生,努力变成更好的自己,路走对了,就会遇见幸福,心态对了,就不觉得辛苦, 该珍惜的,好好守着,该忘记的,别在想着,开开了,心就轻松了,放下了,人就快乐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